为了确保大甲溪的水源水质能够不受到污染 同时也能够循环再利用 同时政府规划在和平谷关地区 新建一座水资源回收中心 以及污水处理设施 根管线2000公尺 这天市长卢秀燕也出席动土典礼 外观设计将融入在地原名特色 保护大甲溪水质还有生态 完善沿线流域水资中心的最后一块拼图 众人手持倾向前程助导 祈求四方神明庇佑让工程顺利圆满 为了确保大甲溪的水质不受污染 同时也让污水处理后能够再利用 同时政府在谷关新建水资源中心 这天正式开工动土 谷关这边是原住民的区域 所以我们在水资源 其实它整个污水处理厂是坐在地底下 上面只有机房 机房的外观我们特别用原住民的图腾 来做这个美化 希望大家进到谷关这个 谷关的大门 就可以看到这个很特别的建筑物 大甲溪是台中的母亲之和 更是重要的水源来源 为了保护沿线流域以及生态环境 市府水利局在大甲溪的沿岸 设置四座水资中心 而谷关水资中心将完善最后一块拼图 总工程经费大约7800万 预计两年后完工 我们为了维持这个水源的捷径 也要保护大甲溪流域它的一个生态 也因此台中市政府水利局这几年以来 我们在大甲溪的流域 要兴建四座的水资源中心 处理民生废水 那其中三座已经做好了 包括林山 包括环山 包括石岗 那今天开工是最后一座 就是谷关水资源中心 那它就是最后一块拼图 预计将新建一座水资中心 以及污水处理设施跟管线 大约2000公尺 同时也将加速用户接管作业 外观将融入当地原住民的文化意向 希望让谷关的文化观光以及环境 三者共存 谢谢装饰停车转台中草报道